观众朋友们大家过年好 孙讯在这里给大家拜年了 祝大家新年快乐 万事如意 大江南北啊 中国人对羊肉的吃法并不陌生 那尤其是在春节的年味餐桌上 总少不了羊肉的身影 吃羊肉在冬天可以趋寒助暖 而且还喜气洋洋的 那一只羊如何造就喜气洋洋的春节年味呢 我现在是在云南省区境市的惠泽县 我们的调查就从这里开始 今天调查的第一站 我带您来到云南省区境市惠泽县 这里是全国著名的高寒山区 二十万亩的大草山 在这个季节有至少一半被覆盖着厚厚的白雪 但丝毫不影响惠泽本地特有的黑山羊的生活 要说云南人吃羊肉 那是有自己的一套的 比如他们也做黄焖羊肉 但口味上得多带点辣 要到了惠泽吃羊肉 据说是又稀奇又好玩 古镇上就有这么一家店 手握祖传的秘方 祖孙几代开店近百年 咱们赶紧去看看 问了一圈我发现 想要找到这家百年老店 必须经过惠泽当地一条古街 这是附近居民年前采买年货最集中的地方 这里龙腾失舞 新年畜牧已经拉开 年味那叫一个足 按照我的习惯 自然是走一路吃一路了 这个真没见过 有点像那个腊肠 但是闻着味又不太一样 这是什么做的呀 猪鞋肉 感觉好像很多地方卖那个血豆腐 不一样的 过年了呀 吃吧 不一样的 在家里都能做 在家里都能做 出现频率最高的 几乎每个摊档都有的 当地人告诉我 这是他们过年必吃的血豆腐 这种外形看起来 有点像北方血肠的汇泽年货 是猪血 猪肉和豆腐的结晶 腌制晾晒之后 蒸着吃 煮着吃 炒菜吃 或者涮火锅 总之年饭的餐桌上 必备的就是它了 这卖什么 洋芋 麻辣洋芋 闻着好香 觉得就是油炸的东西 就是有过年的感觉 一过年好 生意越来越好 再走两步 更稀奇的就出现了 吹炮杆 这叫什么 炮杆 这个炮杆真是 头一回听说 要吹 要气枪打炮 把鸡蛋吹进去 惠泽人取新鲜的猪杆 往猪杆的气管里打气 然后再把佐料 吹送到猪杆各个部位 晾杆制成的吹炮杆 是惠泽人新年必备的年货 也是我担任味道调查员以来 第一次见到的 最为奇特的年货 一条街走下来 我的好奇心被提到了糕点 小汁都如此稀奇了 这传承百年的羊肉店 究竟会给我什么惊喜呢 这位说着话的人名叫王天顺 是这家百年小店的第三代掌门人 从他爷爷那辈儿起 家里开了这家专门烹制羊肉菜肴的小店 按照惠泽本地老百姓的风俗 每年他家都有请春客的习惯 每年春节前都会邀请亲朋好友聚在一起 将自己的感谢之情化为一桌宴席 以时寄情 以时感恩 请问您是王天顺师傅吗 是 是 太好了 终于找到您了 您好 您好 咱今天是不是有很多客人要过来 来了 我请的 挤足的 今天您要一展手艺了 对 对 看看您这到底有什么好吃的羊巴碗 今天也开开眼界 中国餐饮文化博大精深 不少地方用菜式的数字命名一桌宴席 四碗 八碗 十碗 数字越大 规格越高 所以王大哥的羊巴碗 您肯定能猜到 就是惠泽的全羊宴 那么王大哥如何烹制全羊宴呢 王师傅 我今天是能吃到一整头羊吗 一整头羊是吃不掉的 您小瞧我呢 我这胃口挺好的 每煮一道菜都可以吃到一样 挺尝到 是吧 我听说羊八碗当中 就是羊肝巴应该是最耗食 最费力 然后呢 也最不好做的 是不是 所以我今天就专门挑这最难的 咱们来看看到底 怎么个难做法 好不好 好 王大哥的羊八碗虽然只有八碗 但是得动用一整只羊 取其精华 到这之前我就大听到 说大哥的羊肝巴远近闻名 原以为干干巴巴的肉 随便从羊身上选一块品质最差的 不就满足要求了 结果够稀奇的 咱从哪下第一刀呢 第一刀还是这个前腿 把前腿切下来 是吧 对 咱们做干巴用的不是这块肉 是吧 但是这个腿 第二步的就算是 肉肉要多一点 牛干巴 羊干巴 它最后都是就是很干香的那种 所以用的瘦肉会多一些 是不是 这个是后腿是吧 对 对 这是前腿 它要薄一点 对 它会薄很多 王大哥说 他选后腿肉做干巴 还因为这个部位 瘦肉之间夹杂着筋 筋肉相连 能让本身就干瘦的羊肉 更有嚼劲 一只羊身上 能满足王大哥 做羊干巴圆绕的精华部分 只有两千克左右 我仔细想了想这个口感 觉得腮帮子有点酸 真没多少了 煎一煎 这有多少斤 两斤 最后出来那么一点 是不是 所以是好金贵 干巴是云南人自主研发出的 保存肉类食材的好办法 大致可以分为北派和南派 北派的干巴锁定牛羊肉 南派干巴喜欢做体型小一点的食材 什么毛驴干巴 田鸡干巴 扇鱼干巴 但无论哪种 盐都是其最主要的配料 放缩了不好 放缩了容易烟化的 如果是超过20度 最高温度了就不能烟了 真的就是像给它做按摩一样 这一坨大概有多成 也一斤六两 这一坨就是用到四千半 一斤六两的肉 大概用到的是四千半的盐 您自己算吧 反正我是算不明白 在云南人眼中 不是只有火才能烹熟食物 巧妙利用盐和大自然的风 干巴也能完成从食材到食物的转换 小粒细盐均匀涂抹在羊肉表面 既能灭菌又能脱水 对于这一环节 王师傅有自己的要求 所有动作都得在30秒之内迅速完成 尽快入坛 羊肉闭关修炼七天 每两天翻动一次 如果羊肉能出现像板栗一样的棕红色泽 那就说明羊干巴成功了一半 接下来进入晾晒程序 每年冬至后天寒地冻 不利于微生物繁殖 这时羊肉容易保存 是制作羊干巴的黄金时间 他们把羊肉挂在通风的地方 进行通风晾干 王大哥每年也是这个时候最忙碌 在短短的几十天里 他们要完成一年的产量 王师傅 这上面挂的可都是精华呀 这上面 您知道这有多少只羊吗 大只的30只 好香啊这个 香来炒出来更香 炒出来更香是吧 这真的大自然很神奇啊 赋予它这种时间沉淀下来的 浓郁的味道 此时的干巴从鲜红变暗红 从柔软到干柴 在我看来已经很有嚼劲了 但大哥说还不够 要更硬更干 现在真的是干巴干巴 真的干巴了 要斜着切了 这切的也好薄啊 能透光你看都是红亮红亮的感觉 是不是 好 得看仔细了 要不然下来的就是我的肉丝了 你看 这个就稍微厚一点点了 是吧 切片的时候我才体会到 成熟的羊干巴 坚硬的外皮下包裹着柔软红艳的羊肉 与外皮对比起来 色彩极其诱人 腌制的香气也随着刀切一点点散发开来 极薄的长片干巴肉很快就要完成从生到熟的变身了 50度的油温能最好的刺激出云南本地秋北辣椒的香气和辣味 把羊干巴入锅连炒带炸 那香气在你的咀嚼当中越来越浓 很有嚼头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下卷菜 对 再来一口小酒那绝对是很香 是不是 出锅的干巴干香酥烂 我终于明白 吃它已经不是为了追求大口吃肉的快感 而是干巴旧旧越吃越有 对惠泽人而言 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智慧 是嘴巴在过年时必须吃到的那一口 但过年时怎么能没有大口吃肉 您别急 咱不是羊八碗吗 这不大哥准备再露一手 我们回吃了一口的太极肉 太极肉 起来以后起出来是有花纹的 有花纹就是这样 就好像那个太极八卦的 有个形状一片一片的 有肥有瘦的 有红有白的 所以就形成这个颜色的差别 这切片太极肉得先用肉做出一个巨大的羊肉卷 原料就是羊肋骨上切出的整块肉 长度大概20厘米 从中间最完整的部分 再切出一个接近正方形的整块 把切下的鱼边肉随意分割几刀 主要方便卷曲 就这样肉包肉包起来 再像果寿司一样边压边卷卷起来 最后用纱布一包就可以开绑了 捆的时候有什么特别的讲究 一直挖中心 现在中间扎一道 主要在挖一边走的骨盒 然后再从旁边这样 一直走下去 我现在摸它是特别紧实的 感觉这个肉呼之欲出 对 被捆绑的羊肉卷第一次放到高汤里 得煮上三四个小时 羊肉中含水分77%左右 一千克生肉煮熟 只剩500克肉也很正常 所以中间必须把羊肉卷捞出来 再紧紧绑 等再煮上半个小时 肉卷就算成功了 捞出晾干 隔着纱布都能闻到肉香十足 赶紧打开看看 这太极花纹长什么样 就感觉特别有质感 那个香味就出来了 就是你看有红有白 它里面这个纹理就很自然 但是很漂亮 真的是就感觉都能透光 那咱们给它调个好吃的蘸水 香菜和葱花是吧 对对对 油辣子 油辣子 这个是花生酱 闻着就很香 放点这个沙漠鸡精 可以放点鸡精 对对对 提一下味 对对对 拆分组合再切开 简单的一盘羊肉片 造型圆满 花纹自然 颜值高 内涵也好 和干干巴巴的羊干巴比起来 绝对能满足您对肉感的追求 紧实又酥辣 太极肉配上蘸水 简直就是完美组合 赶紧尝一口 吸收了这个蘸水里面的味儿 整个味道是特别复合 非常热闹的一种口感 虽然它是一道凉菜 但是你吃起来会觉得热火朝天的 老老板 东西化散 三一新豆 三一新豆 随着客人陆续进门 后厨越来越热火朝天 不过今年请春客 厨房里的灵魂人物 就是这个百年小店的 第四代掌门人的天下了 四季水煮 香葱没肉 胡辣炒干 小王师傅不仅要把 羊八碗的手艺学习起来 还得把请春客的风俗 继承下去 来看看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羊八碗 羊八碗 这一桌全是羊 这算是全羊 对 觉得真的叫喜气羊羊 对 喜气羊羊 开探 喜气羊羊 喜气羊羊 欢迎 亲戚朋友 生意伙伴 欢聚一堂 对大家而言 以羊八碗为主角的这一餐 也是每年新年里 最期待的一餐 这一餐不一定有多贵多难得 比分享食物更重要的意义 在于分享喜悦 传达感谢 这样一桌 也并不是汇择羊肉年夜饭的全部 明天 theres 他们也是 B吗 不 优优独播 感谢观看